今天早上 藝蘭南鳳鵝未兇的老店 但今風兇店就有火 火青春是從四樓開始燒 有四的人在路台發救命 家座都有救出來 蕭鳳對於粗播是認為說 這有可能是電線燒打燈 燕哥要再調查 那兩個女的這三樓一直喊救命 這燕很大可以看到謝民眾 是走到郵台來看救人 蕭鳳臨完是到樓梯爬上去 接著把人救出來 趕快送便宜去治療 好在每一個人的姿勢都很清楚 這是發生在找八道站兩點多 依然南鳳鵝 才有名的南進鳳競爪店 發生了火災 因為這麼多的杜火的東西 適合另外是用鐵面兩點斤 總算把火打發去 那間之後也趕快來電視調查 這間金座店已經開車過五十年 讓人救出來的民眾燈明書 在民眾五十八年 政府在推動農業機害怕的時候 還將他用鐵餐機的衛免 印在一塊的營養頂盤 這一個轉匯 機會的原因 就要前一步來調查 繼續送客戶道 即是幾萬元